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还一家人都在雪山上面去泡露天的温泉 而且一点都不冷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今天的朗读 也能够看到我眼中的那一片雪山 好吧 这是入冬以来 郊东半岛上的第一场雪 雪纷纷扬扬下得很大 开始还伴着一阵小雨 不久就只见大片大片的雪花 从铜云密布的天空中飘落下来 地面上一会儿就白了 冬天的山村到了夜里就万籁聚集 只听得雪花速速地不断往下落 树木的枯枝被雪压断了 偶尔鸽一声响 大雪整整下了一夜 天放晴了 太阳出来了 推开门一看 好大的雪啊 山川河流 树木房屋 全都照上了一层厚厚的雪 万里江山变成了粉装玉器的世界 今天的诵读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祝所有的学生党 能够在期末考试中取得良好的成绩 我们一起加油 我是方尚瑞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